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有防视频的飞云 今天我们来看一套我自己的listing 刚上市的listing 这个社区在哪 在Forshell Forshell这个城市 我们是有在YouTube上来介绍这个城市 这个社区是Cross Creek Ranch 那么我们也有做过它的model house 所以说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可能会对这个社区有一点了解 那么这个社区实际上是 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华人去认可它 因为的确它是近这十年 可以说是五年 大家才慢慢的慢慢认识这个城市 这个社区是Forshell这个城市 最漂亮的一个社区 可以讲是最好的一个社区 起码目前 除了就是很多的公园 还有我们品种讲的什么会所 很好的资源等等 那么它最特别的是 它的小学初中高中 都建在这个社区里面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多的社区 我们知道小学中学在里面都不算特别的稀奇 还是比较普遍建的可以这么讲 但是高中确实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加分的一个点 那这个社区 当然还有新房在建 而且还有挺多新房在建 那主要是它的价格已经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像这个45万以下的新房 基本上是没有的 基本上没有 那么像这种大概2000来尺的话 我看了一下目前的这个价格 怎么样也得四十七八万了 四十八九万了 那这套房子它是1891尺 占地面积是6630尺 但是老实说 因为这个是一个Counter Lodge 我的广杆看上去是不止这么大的 但是社会上确实是这么讲的 那么四个房 两个卫生间 一个大平成 而且它的顶很高 所以就是超值 我们的挂牌价是会在42万9 它的地税呢 目前很奇怪的是 我上次去另外一个建商 它说是3.2 但是我们这个建商 告诉我们它的资料上 写的是3.33 anyway那么就 论这套房子来讲的话 那么它就是3.33的这个地税 为管理费呢是1300块钱 那如果是您在Cross Creek Range里面找这种平成的话 那么就请您把这个视频看完 那我们话不多讲 进去看一下这套房 好的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这套房 那么周边的这套房也是 应该是刚刚过户的 那边呢还有还没建 那么有好几户啊 1234 包括这几套 都是已经 已经录住了 已经过户好了 那他们的这个建房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通常像这种房子的话 一般在6个月 但是因为现在原材料比较短缺 那么基本上是在7到10个月把它可以建好一个一套这样的房子 那我们这个房子呢 它是在一个卷脚处啊 那卷脚处的好处就是说你有移民呢 你是没有邻居 另外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地比较大啊 那么它的缺点就是你要捡很多草 好的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这个呢是好的是什么呢 是建商已经把这个洒水系统都装好了 也就是说您不用去太担心这个夏天浇水 因为我们的夏天确实是很炎热的啊 如果就是说不浇水的话 那这个草很可能就要牺牲嘛 对吧 那包括这个水槽下水槽啊 都是四面都装好的 所以这个价格呢是非常棒啊 就是买一个这样的房子 那一进门这个大门呢 它是八尺高的啊 一进去呢 那这个顶呢 就是说它是十一尺 到这个十二尺不等的一个顶啊 那么一层的房子 老实说现在这个价位的话 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们在我们的右手边呢 它就有两个卧室 这是第一个卧室 朝着前面的马路的一个卧室啊 所以它这个也是这样十一尺高的 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的一个顶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这个卫生间 它是淋浴跟浴缸一体的 那紧接着呢 这边有一个房间 不好意思我看一下灯 这是另外的一个房间 那房间的size不算特别的大 因为它只有1891尺嘛 但是做到四房啊 还有正餐厅确实非常棒啊 这是它的客厅 它的客厅的size啊 老实说真的是做得很棒的 因为我们看过很多 2000多尺的房子啊 包括最近在帮客户买房 那很大的缺点就是 它的这个客厅呢 太小了 然后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它的车库 再往里走 往里走 它有正餐厅 而且它的正餐厅不小 这是它的正餐厅 再往里面走 就是厨房 它厨房的这个中导 也是非常大的中导 而且它都已经升级好了 这个我们经常会看到 就是没有没有把手 它这个都通通都升级好了 而且也有排风那个烟管 烟道啊可以排出去的意思啊 就因为我个子比较小 我打不开啊 也是用煤气的 所以它会很符合 这就是我们华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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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 这是洗碗机 然后这里呢有个pantry 那在对面呢就是洗衣房 它洗衣房size也是很好的 那么呢 这个呢就只能用电 它就用不了煤气啊 也就是说烘干机 再往里面走呢 左手边呢 那它当时的这个flow plan呢 是有两种啊 一种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做成 法式双开门 做成书房 那我们选择的是用来做客房 那实际上老实说 你也一样可以把它做书房对吧 它不会影响 那这个来讲的话会更理想一点 比如说家里有两个孩子 刚好一人占一个房 如果再来一个客人的话 这个是一个妥妥的客房 那我们的右手边呢 就是它的主卧 那主卧呢有山上这个大山 而且啊它还有飘台 所以这个确实是做的做的非常棒 背温度啊 那么进来呢它有 而且它的这个浴缸啊 不对不起 它的淋浴房啊 它这个size是 是oversize的 那当然也有可能现在的啊 现在近几年的这个房子啊 淋浴房呢都会做的比较理想比较大 然后右手边呢是它的衣帽间 衣帽间不算大 有单独的马桶间 那么当然呢 因为这个size在这里所以呢 它的这个会做的比较紧凑 ok 但它用材料就是用的很不错了 像这个除了房间啊 卧室啊 其他的用的全部是瓷砖 那有独立的这个浴缸 那么呢 有男女分开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洗手盆 洗手台啊 超级棒 那我们去后院看一看 这是它的露台 带领的露台 所以这个房子啊 这个叫什么麻雀c小 五脏齐全 那么当然啊 现在来讲的话 将近1900尺的房子 它也不算特别的小 那么它四面都是钻的 所以呢 就是维护起来也很方便啊 这是它的后院 然后这一面呢 比较大啊 比较宽 所以我说我看上去这个 不应该是6600尺的蜡子 你看这么大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评关注 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每天会定时发放新的房源 以及各类钢货知识分享 让您在休斯顿买房少走弯路 我是飞云 美国休斯顿房地产经纪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